我有一个事得给你消消 因为毕竟以后你是咱们家大当家的 以后爸这些东西都得给你 现在我错花任何一分钱 可能以后你都少继承一分钱 所以这个事我必须得跟你商量 是吧 是这么个事 你太太过生日的时候 你姑奶穿了个吊 完了你太太也穿了个吊 这样一来 你奶奶就瞅着他们穿了 就咋的了 眼睛咋的了 眼睛羡慕了 眼睛羡慕燕红了 所以她也要买雕 完了她要买雕呢 她老找我给买 你说跟我有啥关系 反正这个不是你穿了 对呀 我应该给谁买呀姑娘 你应该给我和妈妈买 你知道为啥应该给你和妈妈买不 因为你给爸爸算了 爸爸吃着烤的时候 扒算了 扒算小老妹必须得配个雕 是不是 你得早答应那事 那妈妈呢 妈妈借你官 你给扒算了 所以奖励给你妈 因为我是通过你妈认识的你 是吧 那你说你奶这个雕 得谁给买吧 得姑奶 为啥呢 因为这是姑奶和太太穿了 不着他俩穿 这个事不能有 对不对 你这是死结白的 你也找不着爸爸 就得找你姑奶去 穿个普通衣服就行了呗 我觉得也是 那天你见景老师 你奶 穿一个羽绒服 成带进了 一个朴素人民教室的形象 你看你姑奶和你太太 整个点就不打尬 就不好看 所以这个事最后咋整个姑娘 这个事 最 最后 还 还得我 我买买 他要买掉的话 就让他自己买 不买就拉到 再不找你姑奶去 咱们不管这事的 是吧 那这事这么定 我顺你说的 反正这也不是 我穿的 行 我穿的